《康熙》 最后却由胜利而变相持,由相持而遭富盲。总结吴三贵败因,一在其战略严重失误,二在吴德利继承人,三的台湾正家和耿上两番全在互坑队友。 而绝非满清如何强大不可战胜,清康西地悬叶,又如何英明神武? 先看当时满清八旗实力。萨尔取之战后两年,八旗总南丁约6.9万,当时以满洲八旗为主。 而到入关后,到顺治五年的另一份统计,因为持续几十年战争的损失,甄满洲只剩5万,编入八旗的蒙古部族3万,剩下26万多,都是历次战争中陆续俘虏,征服,归顺的汉八旗。 八旗南丁满清称为包衣和狄龛,同共加在一起,八旗总南丁不过缺缺三十五万,按其三丁一军的习惯,核心兵力不过十万余。 而且,八旗进关后不到二十年,拜天花和持续内斗所赐,其宗王明将死了个金光,连大宋明将制造机完颜宗毕这水准的将领都在找不出一个。 其八旗精兵更从明目的满万不可敌,也占无敌手,腐朽到了人人未战,只能跟在汉军陆营后面当都战队的地步。 李定国的横梁之战,郑成功的镇江之战和厦门之战,歼灭八旗鼠都在千人甚至数千,比之明末时,坎几百个清军手机就是难得大姐,再不可同日而语。 其实,吴三桂本部兵马仅三万余人,连同更,上二方各九千人,总兵力不过五万,以披远的天桂之地对抗全国,竟能数月间便席卷半壁山河,正因得到无数元明军将将的跟从。 据清廷统计,各省部正是以下文职,投奔吴三桂的官员,高达五百二十三元之多,许多还是正经的两榜进士。 足可见,当时许多汉人文武官员,对吴三桂的支持,并不,因他杀害永烈帝士而戒怀。 吴三桂对满清窃过先朝神器,变我中国贯常的声讨,和共举大明之文物,西海中夏之乾坤,恢复汉人王朝统治的政治号召,是颇得相当一部分汉人精英失心的。 对他们来说,比起满清普鲁汉人之仇,剃发异常之恨,倒不如宁愿跟随一个汉人枭雄反清,哪怕他之前罪过甚大,人品堪忧。 自称,天下都招逃兵马大元帅的吴三桂,甚至满清方面同样如此认为,将三藩之乱,视为一场满人和汉人的民族战争。 其胜利后,玄叶自云,性爱上天眷有,祖宗威灵,及满洲兵士之力,逆渠授手,兼党西徒,地方平静,已充分表明其真实想法。 满清皇帝爱心觉罗玄叶,三番声势最大时,一度具有云贵川闪甘香跪干命这十胜土地。 内蒙查哈尔汉,青海墨尔根台,及一起兵响应返兴,控制西藏的达赖武士,同样对吴三桂善意中立,屡次为其作猎土霸。 兵的调停,吴三桂势力最大疆界,论战术指挥,年老成经的吴三桂刊为当时一流军事统帅,十万人次的大会战,也是胜多负少。 其反清成果,甚至远大于南明各朝历次反攻,号称斩兴兵将九百余元,可惜如此大好形势,失败于吴三桂自己的严重战略失误。 吴三桂年老,一心想在云南列土雷亡,将藩帝传及子孙,时系被玄叶逼迫而返。 因此,当占据半壁江山后,他没有如朱棣那般孤注一掷,够狠赶薄的决然,而是只想和满清跨江而至。 若吴三桂只取荆州襄阳,然后顺江而下阻断曹运,超略江南财富重地,则满清统治崩溃变成定局。 因为八旗兵战力已费,而且,就剩那么几万针满洲壮丁,打死一千就少一千。 后来镇压吴三桂的两支主力,张勇的甘肃陆营和赵两栋的宁夏陆营,都是前名边军的底子。 三番起兵后,很多满洲清贵第一反应,就是逃跑回老家,并非他们胆小。 如数,以天下之大而畏惧云南一余,而就是太清楚他们自己的家底,如何外强中干。 悬夜斥则他们而决心应战,也不代表他如何高瞻远瞩,不过是敢于输死一波的赌徒心态罢了。 如果当时那些汉军汉将,真知道骑在他们头上的,只是一帮虚张声势的前中之旅,怕是赵梁栋张勇施郎们的心思也早动摇了。 事已,吴军气势越省,人心就越不利满心。 当把八旗兵人数消耗到一定临界点,作为清军主力的汉将就必然要重新考虑立场。 毕竟汉奸们的节操从来就是说说的而已,不忠于大明不忠于华夏的老邱巴,又怎么可能当真如他们自称的那样,忠于一族亡仇。 与此相反,现实历史中,吴三桂巨将不上,只想南北分治,耽误灭心的大好时机。 而他年纪太老,继承人是质子,又怎能给同伙人以投资入伙的信心。 战局越拖下去,满清方面控制的华北各省和江南地区,形成的政治和经济优势就越明显。 更让玄业德已有冲突时间整合满清军政力量,从容不止一次扫灭各地反清力量。 除吴三桂外,另一个本可给满清以致命一击的势力,便是台湾的郑京。 在吴三桂攻入陕西,耿京中同样攻取江西浙江大片土地,逼近江南时。 郑京击杀漳州黄方渡,逼和尚之信,拿下了福建的漳州、泉州、广东的潮州、惠州四府,肃清周围亲军势力,从继位十兵部满万的窘境,到阔军至近四万人。 严平王正经就在此时,林丹汉之孙查哈尔布尔尼帅数千任起兵返清,查哈尔左翼四旗同样滑遍,距离京击旨在咫尺。 满清把最后守家底的战力,连同八旗加努壮丁和计数万人,都交由土海带领,先去镇压布尔尼了。 郑家作为当时掌握东亚治海权多年的海上霸主,如果挑选上万精兵,直接用来登陆天津位,满清中书就算不被直接斩首,也肯定要学二次鸦片战争一般狼狈数窜了,而放弃首都逃跑。 就意味着,满清当时本就不多的威信荡然无存,对各地方汉人官员的约束力丧失,必然是兵败如山倒之势。 吴三贵当时给郑经写信,调和他和耿经中争地盘而起的冲突,则劝说郑经北上指导辽东。 当时大批满人入关,辽东极其空虚,甚至千里无人,聚考只剩不到万户。 一旦郑军夺战辽东,丢失了龙兴之本的满清政权,即使可以收复,也必要大伤元气,对关内各省控制力也大大削弱。 对东宁正事而言,渡海北上,直击满清复兴之举,至少也能搏个诸侯纷争,群雄并起的局面,然后再从容经营,尽可谋取天下,会亦可实现其长久割据一方的梦想。 可惜郑经却全无战略大局官,为征服建纳吉府的地盘,在耿京终于和吴三桂合兵攻江南时,只取听州,倾力西征,耿京中两面背底,索性降清。 上支信也跟着请降,正经徽军三万功夫州,吴龙江之战大败于清军,被迫退手下。 门,数年后连续放弃沿海各岛,退回台湾。 战争的胜副手则在西北主战场,王府陈首属两端,王平翻步北上失败,平梁一手,赏肝复失。 吴三桂虽轻力反击,与清兵相持于岳阳,韶关一线长达两年,力保西南的云惠川相贵无省,然则终究大势已去,败王只是时间问题了。 大约是自己也明白这点,吴三桂临死前数月,放弃之前,奉顾明州王后裔的政治号召,自称大州皇帝已于己。 吴三桂死时,吴州政权将近,吴三桂死后,吴国桂召集吴军诸将,提出,舍弃云南而不顾,北向以征天下,以一军土荆州,略襄阳,直去河南。 一军下武昌,顺流而下,侵略江北,吴卫南,吴西深,宁尽死,吴退生,拼死决战,湾中原之复兴,断东南之曹运,吉令不能混一,皇匪引南,我答有之。 此计可说是吴州政权死里求活的绝死一搏,以吴军仍具有的无省财博,几十万军力,并非没有成功。 此计可说是吴州政权死了。